早安 今天是5月2號 來看一下信箱 每天早上都是看 今天很多人寄信給我 軒位 感謝觀眾寄信過來 茶茶蘭也有寄信給我 送給10檔最浪漫的禮物 茶茶蘭的浪漫 我看看 三葉蟲 蟲子的浪漫嗎 好 我是有點搞不懂 茶茶蘭浪漫是什麼 喔 這是Switch Lite 黃色的 來看一下 蘿奇 蘿奇 我做了一個夢 我們兩個人住在同一個議員下 你說同居嗎 然後說我在找這個東西 我在找什麼 看一下 運庫 喔 運庫機子 就是燙衣服的那種 類似桌子的東西 好像不只褲子 連濕裝都附上了 還有大吉基來的 我想把這個給你 喔 這是什麼東西 大吉聖的東西是什麼 我來看看 三輪車 這個我做得上去嗎 紅色的三輪車 也是不錯 還有我們昨天訂的母親節的東西送來了 康乃昕跟母親節的感恩馬克杯 超棒的啦 雖然我昨天已經有提早收到了 對 但是 就 還是不錯 耶 拿到了 還蠻好看的 上面有三種顏色的花 然後 還有去年就已經出的馬克杯 上面有 康乃昕 對對對 明明沒有裝飲料 空的杯子 還不錯 還不錯 想說來看一下古風 那我們趕快進行 古風獨創的特別訓練 什麼訓練 是不是深蹲還是 兩鍋器坐這裡 呵呵呵 今天就送你這個 你們在裝飲什麼東西啊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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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這邊都清一清 我想說要塗個地板好了 就是在地板塗個東西 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我想說要先塗地磚 這是我之前下載的地磚 這是觀眾分享給我的 還蠻好看的 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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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再來換另外一個圖案 這邊我要收一個尾 慢慢塗 把它塗滿 對 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就把 額童帳篷放上去 因為 康乃星跟杯子就有點太小 所以就想算搭一些大一點的東西 就讓它看起來比較有一個主體在 不要太零散這樣子 馬克杯都放在桌子上 好可愛喔 把它推進去一點好了 然後我在前面放康乃星 再把它推進去 OK 接下來再放一張椅子 就 我沒有在管那個椅子的造型 就是顏色啦 你們有發現嗎 這邊全部都是粉紅色系 粉紅色加白色 對不對 就是要跟那個康乃星做搭配啦 哇 鄰居的鐵馬好大聲 大大 如果想跟我較量的話 隨時都可以放馬過來啦 那 你要送我什麼東西 對 就是 在這裡這裡 紅色的跳舞的衣服 然後想說紅色跟 藍色的倒棉還蠻搭的 對 長的是藍色的那個倒棉啊 就很適合紅色 喔 可是最近好像還好 它那個金的部分好像太久了 好啦 還是可以啦 嗯 紫老虎 紫老虎 喔 這個是我之前有送給古風的那個啊 很可愛 紫老虎 好 接下來 我要一件衣服要送給德里 藍色那件大耳狗的 自從 我發現德里很適合藍色 就是各種藍色的東西 我都可以買回來這樣 嗯 不過這件大耳狗的衣服不知道會不會太 嗯 太扯了 因為通常 我送給德里的都是那種 暗藍色或是長藍色 你看它的衣服 跟帽子 都是那種 比較暗沉的藍 這種我不知道可不可 淺藍 淺藍 啊 對 就這件 好啦 想看看吧 大耳狗的外套 喔 好像真的有點太前了 好突兀喔 是因為戴那個帽子的關係嗎 欸 上重下輕這樣子 對 有可能 啊 這裡其實應該是很搭的 哇 送個衣服也可以拿到這個喔 哇 五倍 太厲害了吧 今天真的運氣不錯 掰掰 德里 好啦 我們買個東西啊 每天都要買東西 喔 阿邦在這裡耶 等一下 裡面那三個家具都是我想要的耶 鋼琴跟辦公桌還有沙發 每天都看上不同商品 就算覺得累還是會跑來看 老闆實在是太會做生意了 OMGOMGOMG 這三個東西 直立絲鋼琴 這個感覺可以送給羅琪 對 現在我在瘋狂的送給羅琪 白色跟黑色的家具 書房桌子感覺好像應該也可以送啦 不知道 可是我已經送給羅琪一個白色的書房桌了 然後這個黃色的沙發可以送給古風 古風家就是青銀色是黃色 哇 很好看耶 這間閃花 今天的家具幾乎都是高價家具 可是都是我想要的 還有黃金鼠 阿邦在看這個 你是想要吃黃金鼠嗎 沒有啦 貓咪不一定會吃老鼠啦 好亂講的 是倉鼠龍啊 我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付這種內心可能會意外的適合 你說適合放在家裡嗎 好啦 掰掰 阿邦在幹嘛 他頭上怎麼冒泡泡 該不會要離開吧 我每次看到島民頭上冒泡都會有點擔心 你來的正好 我就在想你的暗號Kawaii 是不是差不多該換一個 不用買這樣不用好 對對對 Kawaii很可愛阿 他頭上說Kawaii就很可愛 不錯啦 不用買了 很夠了很夠了 很夠了 我邏輯 我剛剛差點沒看到你 剛好遇到你 可以正面說那個鋼琴 P.N.O 黑色的鋼琴 我非常喜歡這種東西 要重點那樣的質感 真是讓人愛不赤手 哇好期待你放在家裡喔 圓框眼鏡 不然來戴戴看好了 圓框眼鏡喔 很可愛耶 就是圓圓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我看起來好呆 很蠢 很蠢 我們先來買個衣服 來看一下今天什麼好物 對我也是一整天戴這個面罩 超重 紙袋 好特別買一個好了 啊真的是紙袋喔 140 這樣子也可以 就一個紙袋 然後挖了兩個洞 就賣140 也太好賺了吧 可是我又買了 好好笑啊 來看一下有什麼好物 哇今天好像都是比較 居家性質的衣服耶 不然今天就走 鄰家風格啊 鄰家男孩的風格 網球毛衣 帽子的話 這個好老氣喔 啊這個 這個 這個好了 顏色淺淺的 看起來還蠻舒服的顏色 好雅 眼罩不適合 圓眼鏡好像蠻不錯的 挑個 啊這不是羅奇剛剛送我的款式嗎 他剛剛送我這個啊 灰色的 不然這個好 咖啡色跟衣服 顏色搭 要換襪子嗎 鞋子好像 原來鞋子就很好 跟衣服比較搭 好我們穿這樣子 好這樣子就很好看 很鄰家男孩啦 就是那種 路人風格 我到底在講什麼 嘿嘿嘿 啊 我剛剛突然覺得我那個康乃星的風格 就是 場景的風格感覺怪怪 好像可以再加個什麼東西 看一下什麼風格 喔 落地燈齁 就是 右手邊空空的 我們來加東西 就在這邊 就這裡 這邊就是空空空 剛好落地燈大小還蠻順的 好多喔 這樣看起來比較完整 有沒有 一個場景的感覺 好搖好搖 就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應該差不多了 對 這個時間也晚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明天再來繼續玩動物圈遊會啦 掰掰 麻煩你 欸 好看喔 我自己在講 邏輯在這邊幹嘛 我打算就一群餐館圍圈 原本要關遊戲 我想說整理一下東西 因為想要邏輯在這邊 走來走去的 你還是想要餐館圍圈 這不就剛剛鼓風送我的嗎 黑色的好像跟邏輯也蠻搭的嘛 那就賣給念好了 我還蠻期待看到你穿那件衣服的感覺 嗯 黑色 還蠻搭的啦 嗯 當成我 不用啦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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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